大家好,我是小徐 就在我身边这只狗狗 是一只看门狗 就是窗里面的看门狗 它从前被铁链子拴着 就是在大门口看着门 经历着风吹雨打 大家能看到它整个脸 现在都已经有伤了 就是因为它长期吃一些残根剩饭 长期吃一些残根剩饭 导致它整个脸部 全部现在都有了乳腥满 被满虫给啄伤了 有一种血满是导致狗狗皮肤病 最严重的一个虫 现在你看它脸上还有脚上 屁股上已经大面积的 都有伤露出来了 但是这只狗狗一旦还被铁链子拴着 包括它现在出气 听它出气的声音也能听出 它肺部也有了炎症 然后是特别肯定的一只狗狗 这就是农村的一个看门狗 农村许多的看门狗 主人都会给一些残根剩饭吃 但是人吃的残根剩饭里面 它有许多的椰粉还有油腺 那些椰粉跟油腺会导致狗狗身上 许多的伤出来 狗狗是不能长期吃椰 还有油的 接下来我给大家看一下这只狗狗 脸上拥有皮肤变的地方 还有身上 谢谢大家 大家有没有听到狗狗的出气声 它的出气声很重 感觉肺部已经被感染了炎症 所以导致它的鼻孔什么的都堵塞了 看它整个脸部已经全部吃皮肤病 死化了皮肤病已经 包括后腿部 还有前腿 肚子下面 有许多地方都已经死化了 这是它平时住的地方 然后吃的喝的 大面就不给大家看了 因为这是人家冲里面的聪明 看了对人家也不好 狗狗特别的亲人 是一只麻雀 很亲人的 看它的眼睛 眼睛这里已经出血了 主人就是给它用的那个洗满的 去吸啊 在我们这种狗狗身上这个样子叫蝎 它用了那个洗蝎的药 给它洗了一遍 但是其实真正来说它不是蝎 用洗蝎的药是洗不下去的 它最近从乳腥满导致 就是长期不给它驱虫